国立台湾大学学术类杰出校友 新一代生化科技的推手 王慧君 王慧君院士1967年台湾大学化学学士 1970年台湾大学化学硕士 1974年取得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 结构生物学博士学位 随后于麻省理工学院投入研究工作 1988年赴伊利诺大学任教 2000年回台任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 同年获选中研院院士 后来并担任中研院副院长一职 积极推动生化领域学术交流 培育心血 从学习的成长 我觉得台大是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蛮温馨的一个时段 王愿士主要研究结构生物学与蛋白质体学 从事核酸与蛋白质结构研究长达40载 在生化研究上领先全轮 1978年解出世界上第一个抗癌药与DNA复合物结构 为新一代抗癌药物设计的重要依据 1979年首次发现左旋DNA 并解除其双骨螺旋结构 开创DNA研究的新领域 公元2000年我回来中原研究院 把一些比较新的领域带进来 对台湾的生物科技的领域有些贡献 我觉得也是觉得心里非常安慰的一个事情 王院士在生化领域贡献卓越 赞誉备至 2005年获选为世界科学院院士 2011年担任亚太生化暨分生科学家联盟会长 2017年获颁生命科学组总统科学奖 2018年担任国际生化暨分子生物学联盟会长 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科学家 我要讲的就是跟学历面讲 说你不一定永远一定要真正什么第一名 但是也要做你高兴的事情 做你有兴趣的事情 这个坚持然后走下去 碰到问题想办法解决 这个就是人生的一个 我人生的一个简单的哲学 为培育台湾生化领域的研究人才 与推动国际学术交流 王院士创立多个科研团体 受到产学各界极大肯定 王院士的学术成就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发表在著名科学期刊的论文超过450篇 王院士精益求精 至今仍滋滋酷酷寻求研究突破 成为国际结构生物学界的权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